所以我剛剛為什麼可能有答案出來 就是說事實上雖然你們到國外去交換 人臉回來了 但事實上這個交換計畫還沒有結束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青少年交換計畫為期三年 你們第一年是在培訓 第二年是真正的在國外實地去體驗異國文化 第三年回來的時候 你就是要走過這個反文化衝擊之後 成為真正的雙重文化人的時候 你才是真的這個交換才叫做結束 那所以在這個經驗裡面 你到國外裡面去體驗了很多不同的生活文化體驗 然後因為這樣子 然後你會有一些改變 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大部分的父母問說你孩子 你有沒有發現他有沒有什麼改變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處理努力變強 處理事情的能力變強 也墊得比較獨立了 那麼也墊得比較有主見 然後事實上一件事情就是有正反的兩面 比較獨立了 那就是比較不受父母的控制囉 那麼比較有自己的想法的時候 那麼爸爸媽媽就說 以前我說的是現在已經說的不一定是囉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的衝擊就來了 對不對 那這個衝擊好或是不好 看你自己 你要怎麼樣去處理 你處理的好他就變好 處理的不好他就變不好 那今天我就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當你認識他的存在的時候 你正面的是面對他的時候 他就是會變成正面的力量 會變成好的 所以一般我們在國外的時候 為什麼會讓你改變 就是因為你到了接待他就知道 要出發的時候就會被強調 你到國外去喔 到接待地區去 你會面臨的就是文化衝擊 那你就做好準備了對不對 好 那你就去體驗了不同 而且你會經過很多的努力 然後慢慢的去調適 然後去融入他們的生活 那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你就被你的接待國 所改化 所改變 就這樣子改變了 然後改變之後呢 欸 你又要回來了 回來以後 台灣的文化 跟你的接待國文化 有很多的不同 好啦 你又要重新調適 裡面就很像什麼 你知道嗎 被我們丟進去洗衣機裡面 然後上桌下流 左桌右洗 然後你現在回來的 就是一腦子混沌說 欸我到底是台灣人 還是美國人 還是外國人 我現在要怎麼辦 現在就陷入一個混沌期 那你就必須要走過 這樣一個混沌期之後 你就會變成真正的世界公明 那我們要怎麼樣才能夠走過這個混沌期呢 如果你知道問題的來源是什麼 假設這是一個問題的話 那你就知道怎麼樣去面對它 所以我們現在來做一下複習 複習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知道東西的文化是有很大的不同 那這裡面有五個特質 這是五個特質是比較容易分辨出東西文化的不同 那因為世界上的關係 我就擠一兩個就好 比如說個人主力跟群體取向 在西方他強調的是個人 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特質 所以你會發現高中生不用穿制服 對不對 可是在台灣呢高中生就是要穿制服 在台灣就是把很多不一樣的人 企圖把它變成一樣 然後在西方呢 只要是人他就是不一樣 所以你在西方一年之後 你融入了他的生活 你現在回來台灣了 你又被不一樣的 你又被人家變成 跟大家都一樣 所以你當然就是會有一些衝突跟 會不習慣對不對 好然後再下來就直接跟間接 你會發現西方 他每什麼東西 他就會寫的第一條規定是什麼 第二條規定是什麼 第三條規定是什麼 這樣子 一條一條寫得很清楚 那我們東方人就是比較 在間接的就覺得說 啊好像是問爸爸媽媽 這怎樣要怎樣 沒意見 可是沒意見 最後你去做了以後 他卻有意見 是不是 其實有一些東西是爸爸媽媽覺得說 啊你本來就應該知道的 可是其實你有可能不知道 這就是東西文化 一個是很直接的表達他的意見 一個是間接的表達他的意見 所以是一個不大一樣的果 所以其實東西文化本來就不同 所以這是為什麼 你出去交換的時候 你在接待國的時候 你要面臨的是 就是文化衝擊 而回到台灣的是 因為你已經適應了國外的生活的時候 回到台灣的時候 你要面臨的是 欸 國外跟台灣的不同 那你這個就叫反文化衝擊 那到底如何是好呢 所以這個也是對於文化衝擊的解釋 因為我們就知道文化衝擊 你在就很容易了解反文化衝擊 知道文化衝擊的由來是什麼 那你就知道說 哦 原來產生反文化衝擊 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 也就是說一個人如果說 他到一個跟他的原生文化 不一樣的地方去生活的時候 那麼很多的生活習慣也好 或是人與人的 人際關係也好 他都有很多的不同 這樣子 所以在開始的時候 會讓你產生 不安 這種現象就叫做文化衝擊 我想這個大家在出國以前的講習 會有點強調 對這個部分是會很熟悉的 那文化衝擊的時候 我們再回想一下 文化衝擊的時候 他就初期的時候 我們跟你訓練了 就要反文化衝擊 然後你要去體驗不同 所以在初期 你抵達這個國家的時候 你會覺得什麼事都非常的新鮮 很興奮 可是呢 日子久了 那個壓力累積久了以後 你就開始會 對煩躁 對有一些你不能忍受的部分 你也開始會有負面的情緒出現 然後這個時候呢 就是又透過服務人社 透過老師 透過家長 然後跟你就是開導 或是協助 或是你自己的努力 最重要是自己的努力 然後你去適應了那邊的生活 然後慢慢的 你才會有一個 融入對方的文化 好 這個圖其實就要描述說 你走過了這個文化衝擊之後 然後回到台灣的時候 一個反文化衝擊的現象是什麼呢 剛開始的前初期 大概前三個月 就是說我們霸業出去的時候 然後你是懷著興奮的心情 所以你的情緒指標是在上面的 好 然後經過兩三個月以後呢 你就會開始想家啦 那有一些不適應的 很多事情是這樣 你不習慣了一天兩天沒關係 可是一個月兩個月的時候 你就開始有情緒了對不對 好 所以到三四個月以後 你的情緒就會當到谷底 這個是在什麼時候 這個如果是我們的 我們的陰邦學生大概在聖誕節左右 那麼我們的阿邦學生 大概就是會在農曆年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你們會想家 也是情緒最古底的時候 常常我們被國外抱怨 你的孩子怎麼樣 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大概就是農曆年 所以農曆年我們大概就是在幫忙 處理阿邦學生的問題 因為真的是每逢家姐被失去 那個時候你是不是會想家之外 也情緒幹嘛當到谷底 然後那個時候呢 我們開始努力 各方的努力 孩子本身的努力 父母的努力 以及這個接待單位的努力之後 慢慢的輔導 然後你也認命了 孩子認命了 就是來了嘛 要回去也不行 很沒有面子對不對 所以就會很努力的去融入 慢慢逐漸的融入以後 慢慢的失言 你就會慢慢發現 他也有很多好的地方 尤其是語言也通了以後 你有交到朋友以後 你就慢慢的快樂起來了 情緒就高起來對不對 好 這個交換到第10個月 第11個月是什麼時候 就是6月跟7月的時候 就是10月 第10個月第11個月 就是你要回來的時候 你正融入正快樂 那邊的環境正熟悉的時候 你要回來台灣了 所以就是會帶著有一點 很想回來 又不想回來 很矛盾的心情 然後回來 然後回來的剛開始 因為現在是暑假嘛對不對 情緒還好 你們現在情緒還好 好開學了以後 你就知道有苦頭吃啦 因為開學了以後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學校啊 在學校的時間超過8個小時 然後有很多考試對不對 好你去想 天啊又要回來面對台灣 這樣子的教育制度對不對 你看 心情有被盪下來了 有 在國外就是不是2點多3點 甚至在巴西 早上上學下午就放學了 好快樂 然後現在又要被你考試了 這是其中之一而已啦 事實上有去想想 你有沒有發現 你回來台灣 連你的身體都會有變化 因為在台灣非常的熱 尤其到今年的冬天的時候 到今年的冬天的時候 你媽媽一定會說 穿衣服 你就說我不冷 我不要穿 因為你的身體適應了那個盤帶的 包括生理你都會抗拒 不要說是你的心理的習慣而已 那所以我們發現的 事實上比較大 常見的就是你的學校生活 尤其呢你回到學校以後咧 習日的同學現在變成你的學長 所以你的心情要重新去調適 還有跟你爸爸媽媽相處的方式 這個東西頭形調整 尤其是這個我問過很多的爸爸媽媽 你有沒有覺得你孩子有改變 有 那改變的你覺得怎麼樣 他會說80%是好的 20%是我沒有辦法習慣 熊熊沒有辦法講 因為我的孩子變成不聽話的 意見比較多了 但是西方的文化就是這樣嘛 就是將你Five your life 對不對 勇於表達你的意見 而且西方會告訴你說 大人也會犯錯 然後你要多跟他溝通 你要爭取你的 你要告訴你的父母的想法是什麼 但是你的爸爸存在的你是以前的你 所以這個時候他真的會一時沒有辦法適應 而且我發現有很多 包括我自己的女兒子 是去瑞士短期六個禮拜 他改變了他的志願 他原先是寫會計的 後來他就告訴我 我實在是對那個數字 實在一點點Five都沒有 我對那個音符比較有Five 所以他後來他就改走藝術行政 他真的就把那個會計 他就會計這個部分 他就覺得他沒有辦法做 那我們還有一個學生是 他出發以前 他答應他爸媽媽也很同意 他就念那個應該是第三類主 就是立志要當醫生 結果回來以後他就跟他媽媽說 我不想當醫生了 但是我要當心理學家 他要念心理學 不念醫科要念心理學 結果他媽媽就想說 間接喔 媽媽是間接 就說 好吧你去跟爸爸溝通 如果爸爸同意的話 我就給你改 他以為爸爸不會同意 而且以為爸爸說不同意 以後孩子就不會爭取了 結果他沒有想到 這個交換裡面真的訓練他的孩子 怎麼樣去溝通 怎麼樣去主張自己的看法 然後就跟他爸爸溝通 溝通了 很久了以後 他爸爸就開給他一個條件說 如果你要念心理學 你就必須答應我一定要念到國事 結果他竟然一口答應說 我就答應你 我要念到心理學國事 現在真的是在某個大學裡面 心理學國事打在修 是我們的交換學生 所以其實這個交換是 不只是你生理的改變 還有你的想法都會改變 然後這是一個必然存在的現象 我們先認知他的存在 然後再我們用比較正面 比較溫和的方式來克制他 那你就會可以成為真正的 這個雙重文化人這樣 他又不見了 所以咧 可想而知 反文化衝擊 他也是一樣 因為你一年在國外 已經適應了國外的生活了 然後你現在回到台灣 你對台灣的一些文化或是人際關係 你就會有一些不適應的地方 不自在的地方 那這個我們就稱他為 這個所謂的反文化衝擊 然後呢 很多人不認為他存在 他就覺得我回到我的原生文化 為什麼會有衝擊 我從小到那長大十幾年啊 對不對 那只不過離開一年而已 怎麼可能 可是他真的就是存在 為什麼 因為你這一年對你的改變很大 我們常常說YV的學生 在國外一年的訓練 超過三年的成長 所以你這個成長 當然就會讓你很多的不同看法 不同看法在你的內心裡面 你這樣會覺得說 那我到底是不是要選東方的文化呢 還是選西方的文化呢 你再有衝擊 你內心裡面會有衝擊 那這樣子也叫做反文化衝擊 所以呢 他的過程 私質感跟文化衝擊是很類似的 只是說在這個初期的興奮期 你剛回來的時候 這個部分的話其實是很少的 甚至於興奮期有的人是沒有 是跳過去的 為什麼 在國外快樂啊 然後不想回來啊 然後就帶著一個 不甘心不甘心不甘心不甘的掉 掉而回來這樣子 看起來不怎麼可愛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尤其是開學了以後 真的很多孩子就覺得 喔 我不想上學 會擄那個心情 會煩躁這樣子 然後再慢慢的就是任命了 因為畢竟台灣是你的國家 對不對 你就是要必須在這裡完成任務 所以呢 你就會慢慢的去調整你自己 去適應之後 這時候就是 東西文化真正的融合 在你體內 這兩股亂柳變成順柳了 然後順了以後 你就會變成雙重文化人 這樣子 這個簡單的讓你了解一下 這就是圖解 讓你更去瞭解說 它真的是存在 為什麼 比如說 我們以個人主義 或是東方人的群質主義 它一定有一個最大的平均值 那一般的人 比如說像 像台灣人 群體傾向是在這裡的話 好 那你現在到西方去交換了 西方人的群體傾向的時候 是這個客服 那你要適應他們的文化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從這個 你就必須要從這個實現的地方走走走走 走到這個西方這個客服這邊 在兩個交集的地方就是你融入他們文化的部分 好 那當你交換完了 你回來了 你又要必須要從這個融入他們文化這個部分 要再走回來這個曲線這個部分 你想你可能走回來到這裡嗎 有不可能走回來在這裡 不可能 你大部分回來的是回到半中間 如果說你能夠完全走回來到這裡的時候 就表示你過去一年的交換生活 對你沒有任何影響 那我沒懷疑你沒有學到什麼 才有可能這樣子說 你又一直回到原來 你還沒有出國前的樣子 你是不可能回到從來 那個還沒有出國以前的樣子 因為你在這一年裡面 確實你多到很多的學習 很多的訓練 而且還有很多的成長 這就是你看 他回到原生文化的時候 他就會有這樣的一個距離 再來你就用這個圖解來說 就是說當你出國去 就是很像說 你出國去還沒有看到這個 國外的文化或是想像的 國外的文化是這樣子 可是呢 你出去了以後 你張開你的眼界 然後你的眼光透光了以後 看到你之前沒有看到的東西 譬如說這個Fedex 你可以看到一個箭頭 這個箭頭有沒有 好那你再繼續回來看這個Fedex 就好像你就換回來了 你再看這個箭頭 你不可能不看到這個箭頭了對不對 剛開始的時候沒有提醒你的時候 可能你看不到Fedex那個箭頭 可是我們指出來給你看了以後 你現在再回來的時候 那你的腦袋也會一定有看到那個箭頭 就算是我們要畫給你看 這就是告訴你什麼 就是告訴你說 你還沒有交換以前的那個想法 好 你被改編了以後 然後你現在交換以後 你再回來 你一定是用不同的眼光來看你的原生文化 否則就是你沒有被改編 所以大家覺得說 這個福倫色也真是 要把你們送去國外交換 然後讓你去克服這個文化衝擊 然後回來的時候 又要克服這個反文化衝擊 那 福倫色的阿姨屬徒是有面帶狂嗎 沒有 這是說成長的過程就是這樣 成長就是必須經過淬煉 你要經過那種混沌 然後你那種才會深入的去思考 思考了以後你就會去釐清 你所得到的是什麼 之後才會變成你 學習真正你獲得的東西 所以把你送出去 去接受這個文化衝擊 回來的時候 又重新適應台灣 接受反文化衝擊之後 然後你就真的 真正成熟了 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你的交換三年就是這樣 未來的這一年 對你來說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未來的這一點 你可以 你可以以第三國的眼光來看台灣 就是說 你就很像你是外國人來看台灣 然後你會比較客觀 客觀的去評斷 台灣的好在哪裡 台灣適合你的 好的地方適合你的是什麼 而你的接待國西方的文化 好的適合你的是什麼 你哪要保留下來 然後不適合你的 你就暫時趕快放著 那這樣子你所留在你身上的 就是兩方適合你 而且又是好的那個部分 那這樣子你就會得到更大的欣賞 你要了解 我曉得來講什麼嗎 因為每一個人的文化 事實上他都有適合你 東方文化或西方文化 都有適合你也有不適合你的 那你留著適合你的那個部分 然後而且是正面的部分 你留下來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是等於是 因為這兩種力量 就會幫你提升 為一個比較優質的世界光流 所以事實上教育就是這樣子 你經過了一些 給你一些考驗 然後你通過這個考驗 你就會更純熟這樣 好 那剛剛我們總監說 他很希望聽這個交換學生的心得 其實我也每年都非常想聽到 你們的心得 其實今天時間很趕來不及 那這裡的話 還做給總監一點點彌補 這就是過去幾年來 這個交換學生 他所寫的心得報告 我把它截錄下來 那是不是裡面會有心有氣氣焉 就是其中一個 在我的交換期間 我成長了許多 那麼也開了眼界 也結交很多的朋友 那這個改變 是他原先出發以前 他沒有想像到 他的改變是 比他超過想像的還多 各位有沒有這樣 有的舉手 哇 沒有 好 OK 好 這是另外一個同學 他寫的 他就是說 他變得會更有自信 更積極 而且最主要就是說 他比較能夠用客觀的角度 比較有同理心去看事情 他更樂於接受新的挑戰 在這是第三位 他就覺得說 他有很多事情 他現在知道有一些事情 並沒有絕對的對跟錯 只是不一樣 那他可以比較可以去接受 站在不同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去詮釋這個 然後他也更對他的家人 更尊重跟感知 是不是 各位同學 你有沒有想過 大家有一年這麼豐富的交易經驗 背後去他的支持的力量是誰 就是你的爸爸媽媽 一路陪你走過來 而且 事實上真正承受你文化衝擊 你最大的是誰 是你父母 他要接受你的情緒 而且你的孩子會一直想要講 一直想要講他 在那邊的生活怎麼樣 可是同學沒有參與 他也沒有興趣聽那麼多 第一次可以第二次 第三次他就不想聽了 然後最後你就講給神經 百天不願的人是誰 就是你的家人 所以回去一定要謝謝你的爸爸媽媽 他們一路的支持 所以你們才有今天這樣子特別的經驗 這是一個韓國的學生 台灣幾年前的學生 然後他就覺得說他來台灣 他很認真 而且他也很珍惜在台灣 他這一點學到的 如果他沒有台灣 來台灣的話 可能很多東西他是學不到的 然後這是一個英國 這是我們TRISE 唯一一百年度接的學生 為什麼只有一個英國學生 是因為英國他們的學資的關係 而且他們的政府 現在是不發給高中生的學資簽證 所以沒有辦法做長期交換 只能做短期 那這是一個主委的女兒 他把她送來台灣 然後他就講他很感謝 所有青少女教這些人 對他做的努力 然後讓他變得更好 這樣子 好 這個大家去吃吧 這個 這個王國生Frank 我要跟各位介紹一下就是 他媽媽懷孕的第一 前幾個月開始 我就知道有他的存在 到現在他去YP回來 所以我要求他一定要如期寫報告回來 我說別人報告我不會盯 但是他的報告我一定要盯 而且一定要看 那這是他的五月份的 五月份的這個 這個 月報告 我把它結錄出來 給大家分享 就是說這一年他去德國 他除了學德文 德國文化以外 他學到的是如何自己獨立 如何面對挫折 尤其是在別人看不起你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證明別人是錯了 意思就是說 他不屈哭鬧 然後他要證明給別人看說 台灣孩子是很優的 就是有這樣子的鬥子 這個即將出國的人 要學這個部分 甚至你都很感謝那個 剛剛交往起見他做這件事情 罵他的人 因為罵他他才知道他做錯了 然後他才有機會改變 才有機會進步 還有他就覺得說 這個交換計畫到今年 到這個時候 這個不是一個結束 而是一個新的開始 因為他的腦袋裡面有活機關 他懂得去 從這個時候開始 他才知道說 他懂得去尊重不同膚色的人 不同文化 不同語言的人 而且他也經過這樣子的 這個經驗 所以他知道他過去 有哪些錯誤的觀念 大家有沒有這樣子的想 感覺 如果 如果你到現在還沒有發現自己 有什麼改變 改變在哪裡 沒關係 我們今天來的時候 我們有發兩份問卷 對不對 那其中有一份的問卷就是 交換學生經驗 帶給我什麼樣子的改變 那這裡面的話總共 我不要一條一條的念 他總共有四十幾條 那這四十幾條裡面呢 他就是累積了前面三十年的學生 他的報告裡面 他寫說 我改變了什麼 然後 把這些重點 有四十四項的重點 列出來 這是協助你 去檢視你自己說 我到底哪邊的改變 然後呢 我們的建議就是說 你把那四十四項看完以後 你去勾其中可以複選 三項五項複選出來了以後 然後你再去看說 這樣子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些改變 那這個對我 現在或是以後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事實上這個就是幫助你了解你自己 因為如果你很能夠了解你自己的時候 你就可以走出這個反文化衝擊 而且你也可以讓你的爸爸媽媽 在一個很平順的狀況之下 接受你的改變 而且我們建議就是說 在這一年裡面 不是只做一次 你大概可以一計做一次 因為事實上 你交換你剛回來的心境 跟過了兩三個月的心境 跟過了一年的心境不大一樣 那這一份資料你可以拿著 來自己做做看 那你會對自己 會有更深的了解 那這樣子之後 你了解你自己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理性的去認知 這個反文化衝擊的存在 那我跟各位建議說 怎麼樣子 再重新融入台灣的生活 你把台灣當作是 你最後一個接待家庭 把你現在回來的家庭 把它當作是最後一個接待家庭 你跟父母的關係 或是家人的關係 就等於是你是重新的一個人 重新跟他建立這樣子的關係 重新跟他溝通 你就把它當作是你的home爸 你的home媽 或是你的home家的兄弟姐妹 然後你要去溝通 要去融入 要去適應 那你讓你的家人 重新接受一個全新的你 那如果可以這樣子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很順利的 度過這個反文化衝擊 而且你就會變得更成熟 那就像剛剛我們 所有總監講的就是說 也把你這樣子很寶貴的今天 跟大家分享 而又解釋 你們要加入ROTEX 為什麼要加入ROTEX 就是說其他的同學 也有去不同的國家 有不同的經驗 然後同才之間可以互相分享 那所得到的 就不只是你去的 那一個接待國的經驗 還可以從別人的經驗裡面 獲得更多的學習 那就很有可能會變成 真的不只是雙重 是三重文化人 事實上現在的世界 以前要說地球是遠的 因為資訊如何打 現在地球是變明面的 裡面就是有很多各種不同的領域 都是在你的同才裡面 那你一定要知道 這個國際化 這個各國的文化之後 你才有國際競爭力 這就是為什麼 福文社的 uncle auntie 在這個失眠的情況之下 出錢出力的情況之下 無怨無悔的 要把你們送出去 做這樣子的體驗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 就是我們未來的國力 我們是無厭無悔的 只要你們有進步 我們都會很努力的 繼續出力 下一個 文化應該是 這已經我剛講過了 一樣文化沒有好壞 沒有高低 就只有不同 所以你回到自己的 原生文化的時候 然後就是你選擇 你認為適合你的 你覺得適合這個環境的 你把它保留下來 不管是台灣的文化也好 或是你的接待國文化也好 這樣子就可以變成真正的 有涵涼的世界公民 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